全意问答 自己的痛苦 所以师父给你们讲 要享有 要享 享有的福分 就好好的磕头 师父 磕头是不是 消业的一种妙法呢 师父 对啊 这也最好的妙法了呀 我问你一句话 你就知道了 你比方说 你做错一件事情了 你从对方 好好的拜一拜 跟人家真诚的鞠躬 说对不起 是不是对方原谅你了 不是消掉业了吗 哦 明白 那师父 那么磕头跟念经 忏悔消业 有什么样的 不一样的地方吗 师父 那不一样 磕头 磕头是一种行为上的 对菩萨的忏悔 我今天对着菩萨磕头 就是说菩萨我做错了 菩萨我今天诚心忏悔 嘴巴里 讲的念的 就是跟菩萨说的 但是行为上 磕头就是消业呀 就是在忏悔呀 我问你一句话 你要不是诚心诚意的 做一件事情 对一件事情的认错 对一件事情的认知 你会磕头不了 哦 明白 如果不认可 就会不会 认识到了 就会磕头 好 谢谢师父的 自己开始 对一件事情的认知识 给大家